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郭德纲到最后疯了 这是作为老朋友李斌 对于郭德纲参加48小时橱窗的评价 时至今日 作为儿子的郭麒麟都没敢点进去 作为徒弟们 仅仅是体验10分钟 就感到尴尬浑身难受 但当时郭德纲为了梦想 足足在橱窗中48个小时 在那里等待他的 除了48个小时之外 还有几桶泡面 以及一些简易的生活用品 在透明的玻璃房内 没有一点隐私 因为这一切都是公开的 面对路人的嘲笑 和那个没有封的玻璃房 很显然这样的刻苦条件 是让常人根本无法认受的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2003年 此时于谦还未加入郭德纲一人 撑起风雨飘摇的德云社 当时郭德纲的德云社 还不是眼下这个垄断相声界的设体 一个电话打过来 他接到一个活4000块 需要完成一项挑战 看着身后入不敷出的德云社 看着一众需要他照顾的徒弟们 为了4000块 他答应了这个并不合理的挑战 2003年盛夏 郭德纲拉着自己的小皮箱 孤身一人壮志未愁 在某天下午1点左右 从北京抵达安徽合肥 从商场内部钻进橱窗里 他将要在这里接受挑战 在橱窗内待够整整48小时 吃喝拉撒都要在透明橱窗内完成 期间需要给橱窗外观看的人表演节目 此种形式确实让人想到了 某年去动物园里看猴子的场景 猴子卖力的表演节目 观众嬉笑看戏 看着眼前的郭德纲 我终于明白 为何郭麒麟至今不敢看此段 刚一进去的一段时间 郭德纲还是可以忍受的 他跟橱窗外的观众嬉笑打闹 墙上挂着一个钟表滴答滴答 时刻提醒郭德纲 时间的流逝新奇感 体力渐渐消耗 夜幕也随之降临 喧闹得人潮散去 只剩郭德纲一人 看着空空荡荡的大街 他难以入睡 第二天凌晨一大早 叫醒他的 不是家人亲切的低语 而是环卫工人扫地的声音 惊醒了他 睁眼一瞬间 全是迷茫 委屈心酸 充满全身 他坐下来安静的织毛衣 一直到夜幕再次降临 瞬间被孤独再次包围的世界 之后自己摔东西 表达内心的不满 选择放弃挑战从出来 然而 节目组此时站出来劝阻 你一个人住 一个人呆了24小时 我们也陪你呆了 不是没有人陪你呆 郭德纲心想 放弃吗 4000块 好歹可以让德云社撑过几天 不放弃 可这实在不是人干的事 沉默了数十秒 他眼眶红了 拉着自己来时的小皮箱 回到橱窗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他又将如何度过 这次他无比安静 躺在临时搭建的小床上 一动不动 此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德云社 王慧 还是郭麒麟 这天夜里 我们从他坚定的眼神中 看到了德云社未来的花团锦簇 灯彩佳话 第二天清晨醒来 他一改之前颓废卖力表演 随着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 他已经在橱窗内待了48个小时 第三次 他拉着自己的小皮箱 从透明橱窗内走出来 观众围了一层又一层 为他鼓掌欢呼 我相信隔着小小的屏幕 一定有不少观众不服气 他们一定在想 给我4000块 我也可以去橱窗 待上48小时 郭德纲后来表示 里面的条件很艰苦 很窄 是个细长的这么一个橱窗 每天下午从2点钟到4、5点钟 太阳光照得非常的热 而且里面没有排风 就好像在一个笼屉里面的那种热 那种闷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身体上的煎熬之外 心理的承受力也可想而知 喝水、吃饭、甚至睡觉都有人看着 凌晨4点会有人敲窗 问你睡了吗 没手机、没电脑 人群散去就是无边的估计 说好的4000块 郭德纲只拿了1000块 自打事件之后 郭德纲很少再去动物园 老郭的伟大之处在于 能屈能伸中成龙 如他自己所说 吃得了硬的也咽得下软的 这样的人终得涅槃 迎来花团锦簇 灯彩佳化 2003年 郭德纲忍常人不能忍 熬过了这一年 2004 郭德纲找到于谦 正式向他的签歌发出邀请 德云社有了固定的演出地点 收入也基本可以保障 2005年末 德云社三天内迎来了70多家媒体 采访郭德纲、于谦 一琢磨 我们好像火了 经历十年 郭德纲终于看到了 2003年春晚的灯菜佳化 他仍在江湖处世中锋芒毕露 他心中却放着庙堂与德云社 郭德纲不知他03年的橱窗事件 成了德云社众人心中 深入骨髓的一根刺 这其中包括郭麒麟 从来不愿意看他父亲 郭德纲的橱窗事件 年纪小不懂事 郭麒麟看过小片段 当时心中满是高兴爸爸还会织毛衣 长大后他开始排斥 看这段炎炎夏日 密不透风 他不想知道在那个透明的橱窗中 他的父亲是怎样熬过48小时的 大英雄一身铁骨铮铮 翻江倒海 却抵不过一个穷子 主持人再次问到郭麒麟 父亲身上的刺会有一天长到你身上吗 大林说了一句话 让人直接破防 因为他吃的苦太多了 这本来不是刺猬 但是他是受外界的压力 把自己变成刺猬 才能保护自己 总有一天 我得把他扒拉到我身上 我得保护他 所谓极恶如仇 牙子必报 实则是被逼到山穷水尽无路之时的迸发 动笑社第二季 月云鹏带着孟赫糖烧饼 再次站进橱窗 体验一下师父当年的心酸 没坚持一会儿就败下阵来 却纷纷表示受不了 太伤自尊了 但是对于当年的郭德纲来说 做一个48小时的橱窗表演 人物展示 即便像是在动物园 只要能挣钱 那就得干 要想人钱显贵 必须人后受罪 老郭一路走来披荆斩棘 所以牙子必报 势必得罪不少同行 所以德云社的前途并不平坦 好在德云社一帮徒弟们都成长起来了 能够帮老郭遮风挡雨了 德云社种弟子曾经促膝常谈 记得师父多年以前 橱窗事件吗 刚才我路过的时候 看见您一个人坐在这儿孤零零的 我一下就体会到师父当年那种心酸的感觉 长久的沉默之后 弟子们红了眼眶 郭德纲躺过的落地河流 穿越风涨的经济 终于走到了众人面前 给众人累气城墙 护着绿油油的小树苗 月云鹏擦了擦眼泪 内心是否和大林想的一样